听到总统好 郭台铭笑得好开心 20号上午到桃园拜庙 这头跟选民挂钢警另一头 副手赖佩霞宣布收到 丧失美国国籍证书 让郭台铭喊话 携手为台湾打拼 郭霞佩持续冲连鼠 强化谈判筹码 因为随着蓝白河谈不拢 郭台铭评向柯文哲招手 两人在两周内两度密会 谈到如何整合 更不设任何前提 他提了很多 有关政治改革方面的 我倒是提了很多 经济改革方面的 理念的先焦虑 然后再扩大到行动面的合作 所以这一点 我们大家都有很多共识 郭台铭前一天大方证实 是否为郭柯和铺路 引发联想 毕竟郭柯会隔天 正好是郭台铭生日 柯文哲不仅亲送花 附上心想试诚卡片 黄申申也送上玫瑰花蛋糕 而玫瑰花语真心诚意 难道有意嘲讽国民党吗 我们都会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 要来去做一个讨论 那其实现在目前 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之间 其实都还在 做在野整合上的一个工作 民众党立委回答保守 但根据网络民调 哪个组合最有机会赢过赖清德 有70.9%的网友认为是郭柯配 15.6%选择柯郭配 至于柯侯不管怎么配 都没超过百分之十 他们两个一加一 才能够大于二 而且是公认的最强祝贺 国民党也非常的清楚 所以国民党非常的焦虑 蓝白整合卡关 柯郭持续眉来眼去 非律谁能整合谁 就看郭董口中的波云见日 何时到来 孙中黄新城 张映杰 郑海中